击败西域诸国联军平定河西走廊 破降南匈奴功笔班超的东汉杜辽将军梁靖 梁靖自博威北地割居人东汉中期名将 梁靖的父亲梁凤曾担任过周载 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县出击匈奴 任命梁凤为军司马 命他携带金博出使北匈奴 宣扬国家的威德 招降上万人归附 后因不合窦县的心意受到昆行后 被遣送到武威 武威太守遵守窦县的旨意杀了梁凤 窦氏被消灭后 汉河帝知道梁凤是被窦县所诬陷 于是征召梁靖任他为郎中 梁靖有勇气 常慷慨喜好功名 起初担任车骑将军邓宏的司马 公元106年9月 梁靖第二次升迁 被任命为西域副校尾 梁靖到达河西时 由于接任班超的任上 把西域治理得糟糕 导致西域各国反叛汉朝 在舒勒攻打西域都护任上 任上上书朝廷求救 朝廷便命令梁靖率领河西四郡 枪湖骑兵五千人 急速前去援救 梁靖还未到达 任上已经解围 朝廷征召召任上回京 任命齐都尉段喜为都护 西域长使赵伯为齐都尉 段喜和赵伯坚守他前城 他前城小 梁靖认为不能牢固 于是用诈术游说归资国王白霸 声称愿意进入归资 和他共同守城 白霸同意了梁靖的建议 归资的官员和百姓 一同背叛了归资王白霸 与温肃、姑墨两国联合造反 军队达数万人 一同围攻归资城 梁靖出城迎战 大破联军 战争持续了数月 联军兵败退走 梁靖趁胜追击 共斩杀一万余人 身擒数千人 骆驼数铲数万头 于是归资局势 才被平定下来 梁靖等人虽然保住了归资 但通往中原的道路已被阻塞 命令文件无法传达 朝廷对此感到担心 公元107年5月 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认为 西域阻碍重重而距离遥远 又屡次反叛 官兵在那里屯朔墾填 经费消耗没有止尽 6月22日 朝廷撤销西域都户 派遣齐都尉王洪 征调关中兵马 将梁靖和段兵赵伯 以及伊吾鲁和柳中的屯田官兵 接回汉朝本土 公元108年正月 梁靖回到敦煌 正赶上重枪反叛 朝廷大量调发兵马 向西进攻攻打他们 下诏令梁靖留下作为各路兵马的援军 梁靖到达张业日乐 枪各种族一万多人攻打亭侯 杀死劫掠利人 梁靖进军 把他们打败 并趁胜追到赵武 枪兵于是四散逃走 其中有十分之二三的人得以逃脱 等到了孤赃 枪人中有权势的三百多人 到梁靖处投降 梁靖对他们全部都进行了安慰扩党 并遣回故地 河西四郡从又安定下来 而后梁靖又带伤上阵 击败侵犯三府的羌人 朝廷嘉奖他 多次下诏书慰问免疫 将西方之事委任给他 令他任诸军节度 公元109年冬 南匈奴与乌环反叛 朝廷命大司龙河西行车骑将军事 中狼将庞雄为副将 率领雨林五孝营市 以及调发靠边境的石郡兵娃两万多人 另外辽东太守耿奎 率领鲜卑传卒 共同攻打 汉安帝 照令梁靖行渡辽将军事 同年10月 南匈奴禅于亲自率兵在美济 包围了中狼将耿种 连战数月 进攻逐渐急迫 耿种便发席人求救 公元110年正月 梁靖率八千多人奔驰前去救援 到达蜀国故城 与南匈奴左将军 乌环首领交战 击败并杀死他们的主帅 杀死三千多人 捕获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得到许多财物 南匈奴禅于又亲自率领七八千骑兵营战 包围梁靖 梁靖披甲奔驰出击 所向披靡 南匈奴于是引兵回到虎泽 同年三月 河西军到五元曼驳 突然生病 不能前进 于是并派庞雄与梁靖 及耿种 步骑兵一万六千人攻打虎泽 连营逐渐向前推进 南匈奴禅于非常惶恐害怕 派左奥达日竹王到梁靖那里请求投降 梁靖于是大摆兵阵 接受他们的投降 南匈奴禅于脱帽光脚 当面受负叩头 交纳入治 乌痕人在吴和的带领下 向汉朝投降 正赶上河西在军中去世 朝廷于是升任梁靖为渡辽将军 总理东汉北部边疆的边防安定和民族事务 公元110年 安定郡 北地郡 上郡 都受到羌人的侵犯 股价很贵 人民流离 不能自立 朝廷少命梁靖 调发边兵迎接三郡太守 让他们率领利人迁徒到浮丰郡边界 梁靖立即派遣 南匈奴禅于哥哥的儿子 忧孤屠卢率兵迎接他们 回来之后 梁靖因忧孤屠卢迎接他的家属 而有功劳 便受给他枪侯应授 犯了擅自专权之罪 被惩治下狱抵罪 孝叔郎马荣尚书为梁靖和护枪校尉 被盘餐辩护 朝廷下诏赦免了梁靖的刑罚 正赶上反叛的羌人侵犯三府 关中盗贼兴起 朝廷拜梁靖为业者 让他率兵攻打他们 梁靖到胡县时 因病去世 范燁的后汉书中 将班超梁靖和传 后事称为班梁列传 范燁在书中评价道 班超梁靖奋西域之列 组成成功立民 享受爵位 建功祖庙 乐熏于后 亦一时之志士也 认为梁靖的功绩 比肩平定西域的 定远侯班超 中文字幕超梁靖奋西域之列